深海区工作室陈志豪,6月本应是温柔的种下。 但欧洲大陆,现今却上演著如撒哈拉沙漠般的炙热。 德国图片报27日的报道称, 德国、波兰和捷克三个国家周三气温,均已经打破当地6月历史最高记录。 西班牙、法国等国家部分地区气温,甚至突破了40摄氏度。 更可怕的是,据信向专家预测,这样酷热的天气将持续至本周末。 如今,各国也纷纷开始部署防范工作,以对抗热浪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18年,欧洲也曾遭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困扰。 西班牙和葡萄牙多人,更是因此死亡。 而今年这股热浪带来的冲击,或许比去年还要大。 各国发布高温预警,为了避免去年因热浪来袭造成的悲剧。 欧洲各国纷纷释出了高温预警。 法国气象部门,早在当地时间,周一,24日,就释出了橙色高温预警。 该国高温预警共有四级。 橙色为第二高级别。 周一,巴黎的气温为34度。 预计未来几天将持续升高。 周四和周五。 多地将迎来最高温。 部分地区预计会超过40摄氏度。 七十八个省进入了黄色预警状态。 西班牙是本次受热浪袭击最早,也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,因预计有比寻常夏天更热的严重恶劣天气。 也在当地时间24日,释出了气象黄色警戒。 预计本周稍晚时,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,都将达到至少36度。 中部地区超过40摄氏度。 东北部埃布罗河谷地区,甚至会达到42度。 用西班牙气象学家,西尔维亚,拉普拉纳·斯尔维拉普拉纳,的话说,地狱真的来了。 地狱来了图。 德国气象部门也已经发布高温预警。 据气象部门预计,柏林的气温,将超过38.2摄氏度。 法兰克福和汉堡,也将迎来35度左右的高温。 德国天气地图一片红。 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,也已经发布了极度高温颜热警戒。 指出温度将达到34至35摄氏度之间。 并预计,瑞士也将受到热浪影响。 出现类似天气。 各国采取措施消暑。 面对高温袭来,法国总统马克龙,已经呼吁医疗机构,加强对老年人、孕妇、病患和婴儿的监控救护。 2003年时,法国南部曾在当年8月,同样遭遇过一次高温周。 最高温度达到了44.1度。 当时,高温和医院超负荷运作,导致近1.5万人死亡。 其中,大部分为老年人。 当地居民和游客,在埃菲尔铁塔下玩水。 巴黎市及大巴黎地区,也已将警戒级别,提升至橘色层级。 未来数日内气温可能继续升高。 与此同时,巴黎政府官员承诺,开放公共建筑内的冷气房。 搭建临时喷泉。 同时,如果劳工认为,健康安全受重大威胁,可依据规定行使不出秦权力。 德国人则没那么好运了。 他们现在想到的办法就是裸体。 当地时间周三,慕尼黑的官员们正在讨论应该允许多大程度的公开裸体。 而巴伐利亚执政的保守派基督教社会联盟,甚至讨论的更认真。 他们在周三的一次全体会议上,甚至还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。 内容是修改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的永医法规。 规定永医必须完全遮住胸部和生殖器。 除此之外,德国各地医院也已经做好准备。 准备接待因高温导致身体不适的患者。 柏林居民们冲进广场中的喷泉冲凉。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了各项措施消暑。 比如比利时对滞留户外的无家可归者,给予饮水及医疗协助。 景点区也停止观光马车的运营。 意大利各城市则开放了自来水水源,以让民众可以免费的喝水。 热浪来袭真正原因。 根据德国气象局的报道,此次热浪来袭的原因,是在西大西洋形成的低气压。 这个低气压,不同形成的靠近南部,也就是赤道。 从这个低气压的东部边缘,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,向北部冲击而来。 通过地中海西部,涌向法国和德国。 热浪还可能进一步引发强烈风暴,带来干旱或湿热的不稳定恶劣天气。 而在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气候学家,史蒂芬拉姆斯托夫看来,此次热浪还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。 他认为,随住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,以及北极圈冰藤加速融化。 欧洲遭遇高温天气的情况,将越来越频繁。 高温天气如何求生? 那么在高温天气下,我们该如何求生呢? 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。 一、合理补充水分。 除了出门在外随身携带饮用水之外, 记住要尽量少喝含糖、酒精、咖啡因三大类饮料。 如必要,可以在纯净水中加入柠檬片等一类的新鲜新凉食材。 那样可以在补充维生素的同时,也能维护体内的电解质平衡。 二、户外防晒工作要做充分。 高温时期尽量避免中午外出。 另外除了避免在太阳底下,进行高强度运动以外。 还需做好防晒措施。 比如涂抹防晒霜,尽量穿宽松的棉质衣物等等。 三、室内可能比室外更热。 建议白天要把面对太阳一侧的窗帘拉上偶。 也许那样会造成室内通风不佳。 但能从紫外线层面,避免室内热量的过度累积。 四、要多关注身边年长、年幼的人。 这两类人群极易被高温影响。 身边家人朋友,一定要记住时刻关心。 提醒他们防晒和补水。 并且注意预防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。 则编度语哦。